什么声音 像打雷一样的声音 这是啥 这是什么 这就是男人的快乐吗 感觉好好玩 这是滑板少年 这就是传说中的老男孩 地上会有一种摩擦出来火星的味道 我闻到了 大哥 这是当地的 这是当地的滑石头 这个是在当年清朝末期的时候 我们这里有个大部队 晚上没什么节目 没什么玩的 对 就是玩石头能玩的远上 很开心 我看着都觉得很开心 那个男人们的体育竞技项目 是吧 在我们八月中秋 大家回来的时候 大家就是拿来碰撞 什么大家主要 碰撞 就是张三 我们好久没见了 好想你 对锅火石的感觉 对 尤其是晚上 那转起来有点火花 真的有火花 对 有火花 要不要想 来 体验一下 该你上来 该我上了 对 来 大家来 给他往下 来 脚伸直 有火花了 我们大哥抓着我 哈哈 全哥 我决定换了条裤子 来挑战这个 作为我们诗远的武术担当 武术担当 得展现一下我小小的轻弓的能力 那这样我们两个人扶着你 好吗 我们大哥在后面推动你 踩上以后这样 干嘛呢 这几位 这几位 你们干嘛呢 一二三 来 躺下来 这个叫划石头 一二三 这个是难的 走 武术担当的 走 你叫森子 叫森子 走 走 走起来 走 走 那个导演组把前面那两层剪掉 可不可以 表情肯定很猙獰 几位 既然来了 别走 这是本地一个著名的叫划石头的游戏 是 我们比赛一下 好 你们三个人一组 你觉得我们三个人一组推谁呢 我跟华少推你 我觉得先让他们试试吧 先让他们试试 我们先试一下 先试一下 张刚老师 还有个非常重要的点 就是你在上面的人一定要叫出来 要叫出来 要叫出来 这样是吧 没错 对 没错 可以 摔了不管 哎呦 张老师 你挺沉的你 预备 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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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怎么了 直接撞墙 你怎么不说我 不冲山上去 这边控制重一点 他就往左 这边控制重一点 他就往右 刚才你跑偏了 是我 对 所以我们这样 我们竞技一下 好不好 给我来吧 准备 准备 几乎变了第一秒 几乎变了第一秒 我们现在看一下